白桑變黑牆 水盆裡 便當盒全都淪陷 數不清的琉璃椅 有洞就鑽 有光就鋪 這樣的景象困擾災線中埔鄉民 長達多年 即使白天家家戴戶戶都門充緊閉 一到晚上更不敢開燈吃飯 吃飯 或是你泡茶時 電池鎮鎮 琉璃椅都會走走 琉璃椅喜歡在竹林 果園等隱蔽性高的地方竹巢 雖然對農作物沒直接危害 但有趨光性 保受已害的居民只得自救 目前農政單位正積極地在研拟一些防治策略 希望對琉璃椅的生態習性 有清楚地掌握跟了解之後 用一些正確 比較理想的防治措施 可以適度地來降低琉璃椅的住均密度 除了配合清理環境 裝設塑形而戰 居民也會用肥皂水或噴槍骨弓 全面防治 只希望能盡快解決令人頭痛的遺患 理解決令人頭痛的呵護